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JN Support,我是卡尔 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这些赛事分析影片哦 如果你想和我讨论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都会尽量回复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欧洲主总联赛,又称欧霸 八强赛第一站4月15日的四场赛事分析 首先第一场是飞燕诺主场对阵罗马 虽然这两对近期的状况都算是相当不错 但是这个飞燕诺在这个荷兰杯的比赛中是输给了阿加克斯 虽然在那之前呢,他有在客场赢过这个阿加克斯 两队呢,在这个荷甲当中是国家得比的对决 相当的精彩 然后最近期的飞燕诺的赛事是在主场5比1战胜这个 瓦尔维克,但并不是特别强的这个队伍 那罗马这边呢,是连续两战的零风对手 不管是做客还是主场的话 赢了这个桑普多利亚跟这个杜里诺 虽然也不是很强的对手 但近期罗马的状况算是相对稳定 而罗马呢,之前有跟这个飞燕诺 踢过一场比赛在去年度 最近期的话 他们是在欧协联的比赛当中 罗马是1比0的决赛取胜 那罗马的防守强度呢 我认为比飞燕诺还要来得好 那飞燕诺虽然这个近期的表现都是大球为主 也7比1赢了这个顿内斯克矿工 但是呢,何甲这个赛事呢 以及顿内斯克矿工他这个无超的这个强度呢 是不能跟这个易甲相提并论 罗马他仍旧在易甲有一席之地 但飞燕诺虽然是这个何甲的前两名之一 但是目前来看 罗马的这个防守强度会给飞燕诺造成一定的威胁性 尤其是他们的这个后卫的阵型啊 是非常不错的 那飞燕诺这边也仍然有这个商庭的情况 包括这个Timbo他是中场的,他是不能上的 所以其实罗马整体而言 呃,伤员的情况是并没有 相较之下比飞燕诺好 虽然这场是在飞燕诺的主场 但我认为罗马是可以在客场取胜 那这边会推荐2.5小 0比1以及0比2的比数 第二场是尤文图斯主场推赠这个里斯本运动 呃,目前这一场来看呢 两边的这个情况呢都是有点像是持平的感觉 因为里斯本运动在这个之前的比赛是平局的这个兵工场 那兵工场这边呢是就失去了这个欧巴的比赛 那里斯本运动在防守上有一定的强度 但是最近期的一次赛事呢 是在做客这个卡萨比亚普超的赛事当中 是4比3取胜 而且他是怎么取胜呢 他是对方的这个其中一个球员呢 是卡多索 他在64分钟的时候被吹了红牌 所以说他是在这个85分钟后才踢进 然后是原本是3比3的合局 那最终是在做客4比3 因为对方少亿人的情况下才赢球的 那这个失球率算是挺高的 但是自己进攻端呢 是靠着这个对方的这个红牌最终才赢下的 目前来看里斯本运动在这两场比赛 尤其在这一场之前呢 在这做客这个吉尔维森特呢 是0比0的合局 并没有这个取分 所以这样来看 目前尤文图斯进几场状况 虽然他是输给了拉奇奥 但他又是在易甲平的这个国际米兰 然后主场赢的这个维罗纳 在更之前呢 是在客场赢的国际米兰 他目前的状况算是相当不错 易甲的这个强度呢 比普超还来得高 因此我这边会推荐尤文图斯主胜 然后2.5小以及1比0 2比0的比数 那主场应该能够小胜 然后里斯本运动这边 防守能力上会相对好一点 所以这场要穿盘的可能是蛮低的 接着是曼联主场对阵赛维亚 赛维亚是这个欧联之王 但是呢 曼联这边呢 今年呢 在这个硬超状况也算是相当不错 目前是跟这个 纽卡索连呢 是在争这个第三名 而现在的状况是 卡萨米罗虽然在英联这边是竞赛 但是欧联这边是可以上场 但是在这个上一战的英超当中 曼联主场对阵这个艾弗顿 2比0取胜 下半场的时候呢 这个Rushborn有这个大腿 这个鼠息不拉伤 目前来看不确定能不能上场 如果他不能上场的话 对战这个赛维亚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隐患的 尤其是Rushborn本季的表现非常出色 尤其在这个世界杯过后的进球数非常的多 也成为曼联最主要的这个终结者的表现 那后卫这个部分 陆秀又上挺了 所以这个部分对曼联来说 两个这个重要人员都受伤 非常的不好 但是有卡萨米罗 作证的话 他的中后场断球防守 以及他的这个精准传球 到前场的支点 应该还是能够在主场取胜 但是会看好这个2.5小 然后逼出1比0 以及2比0 上半场应该会踢得比较激烈 会在上半场来一个这个进球 那赛维亚这边呢 目前的这个西甲赛事当中 感觉是没有办法踢出太好的东西 接着是最后一场的热卧护生 主场对阵圣基来袭 目前来看呢 这个两队呢 在这个各自联赛表现都非常好 尤其热卧护生啊 在近期的赛事当中呢 自从在欧联 这个赛事当中 2比0 赢下这个费伦斯 华路斯之后 在主场赢下败了慕尼黑 2比1 然后做客沙尔克 04 3比0获胜 在上一战是3比1赢下 在主场赢下法兰克福 那 圣基来袭这边呢 虽然在上一战是输给了这个比甲的这个 这个 很强的这个根特 那 他是第四名的根特 那 目前来看呢 他的这个强度呢 也算是在对阵德国队伍来说 也是不错的 尤其他们就是把这个柏林联盟给拉下嘛 那柏林联盟的强度 是在目前来说 德甲排第3 那洛沃库森升值还更低 那 认为这个洛沃库森可能会在主场被踢合 那圣基来袭跟洛沃库森两队这个进攻的这个 态势呢 会比较 会比较多 尤其是圣基来袭他很喜欢跟对方踢对攻 所以这边 一样会走这个柏林联盟 那一场的路线 应该会是一个合局 然后是大格局的 2.5大 然后比出2比2 以及3比3 然后上半场的乐伍库森 也是蛮推荐的 毕竟主场上面在 上半场应该会些许有优势 那最推荐的 这是双方进球的部分 那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